好 现在政府决定要调降关税 就是希望能够导引业者降价 稳定居高不下的物价 不过效果能有多少呢 其实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因为就牵涉到了市场机制 像是最近四大超商 现主咖啡联合涨价的问题 公平会除了祭出重罚之外 业者要不要降价 公平会其实也管不了 师傅的手在工作台上 不停搓揉着面粉 刚出炉各式各样的面包香气铺 人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尽管国际原物料居高不下 但为了留住客人面包店的老板 只好苦称不敢调涨价格 为了稳定物价 政府除了配合立法院 决议调降婴儿奶粉一半的关税 乳酪奶油等民生物资也要调降 对此下游面包店业者很期待 大盘商进口商有反映在他的价格上 那到我们这边 那还有可能说对我们减轻一点 虽然进口关税调降 但到底民众跟店家 能不能直接受惠 还是要看大盘商与进口商 有没有调降原料价格才有所帮助 事实上公平会日前才针对 四大超商县主咖啡进行开阀 但在公平会的职权范围 目前只能要求超商业者 立即停止 不得再出现联合行为 业者会不会降价 公平会管不了 而这都牵涉到市场机制 对于物价的管理这一方面 其实大部分也都是透过市场的行为 比如说在供给在需求这方面去做调节 那甚至有些时候在特别紧急的时候 可能动用到譬如说关税 动用到汇率这样的一个政策 来透过市场的操作 来影响这个价格 公平会强调 目前世界各国也是针对联合行为的厂商 都是重罚 让业者不敢再犯 主管机关无法确定恢复原价 究竟妥不妥当 主要是因为市场价格不断在变动 因此政府也很难替业者做决定 记者会由林国黄头报道